又到了美国采风担任的时间 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新鲜的鱼 可是当我们在吃鱼的时候 可能比较少去想到渔民捕鱼的辛苦 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时代不断变迁的情况下 在美国以传统方式捕鱼的渔民 面临了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美国外国统计者徐崇伟 最近走访了位于波士顿附近的传统渔港 让我们了解当地渔民的处境 半月行的港口拥抱着一片平静无波的海水 清晨破晓时分的格洛斯特显得格外的悠闲 这里距离波士顿有40英里 是美国最古老的渔港之一 和往常一样 莱瑞不到五点就到公司上班 他是格洛斯特海鲜拍卖会的负责人 这里是美国东海岸最大的鱼类拍卖中心 他可不是唯一早起的人 仓库内山姆已经在挑看今天的渔货 他是一位海产骨架师 我会先拿起来摸一摸 然后把鱼鳃打开闻一闻 你眼前看到的鱼 90%在12小时前还是活蹦乱跳的 一到六点拍卖会准时开始 数十名各大餐馆和海鲜批发商的代表 就已经会神地坐在电脑前开标 乔代表Whole Food有机超市来参加拍卖会 与江分城不同等级在电脑里竞标 从甲级一直到顶级 你看看一磅已经标到7.89美金了 拍卖会在7点左右结束 仓库工人立刻把得标的鱼分类 装入不同的卡车中 到了中午左右 这些新鲜的鱼就会运送到 不同的餐馆和超市 这时一些廉价的鱼将被送到加工房 在工人熟练的手下被解体 再批发卖给不同的食品公司 这里一渡车水马龙 充满着活力 大批的海产进进出出 是个活生生的港口 这个港口城市 70%的居民都是靠海吃饭 这是许多年来每天上演的画面 然而这一切都将改变 安琪拉住在拍卖会的几英里外 她的祖上七代全部都是渔民 她是个捍卫渔民权益的重要人物 她还记得小时候港口里停满着渔船 只要走在一艘艘的船顶上 就可以一直走到海的对岸 当年有浩大的渔船队停在港口里 有大约五百多艘左右 但是在今天 仅有几艘寂寞的渔船停不在港口内 渔民目前面临的状况 就像是当年家庭是小农场 被取代时一样 是完全一样的 2006年 一份具有争议性的研究报告显示 到2048年 全球90%可食性的鱼类 将因为过度捕捞而绝肿 这份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关注 渔民也都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要是把所有的鱼都补光 那我们也没饭吃了 在环保人士的呼吁下 美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新的生态保护和管制措施 对于这行来说 伸手补鱼法规非常重要 所有的渔民应该都会同意 过去我们的确补鱼过度 但是过去几年来 法规定的越来越严格 严格到渔民都无法生存下去了 在新一轮的措施中 最受争议的就是海洋分区制 简单的说 就是把海洋像土地一样的 切割成不同的小单位 每个单位卖给一个个 由渔民组成的互助组 在分区制度下 海洋将可以像土地一样进行买卖 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将有可能买断所有的捕鱼权 小渔民将失去竞争力 曾是美国少数几个尚未被大企业侵吞的行业 将进行重新整合 彻底打垮家庭是公司业 对这个国家没有益处 在我们这行 每一艘船都是一个小的家庭公司 我很伤心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个失败 这些天然资源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美国人 现在把它私有化 这最让我担心 把海洋私有化 让它变成少数人的私产 而不是大家拥有的财产 当地渔民想尽办法去赢得民间和舆论的关注 安琪拉和她创办的马省渔业互助组织 最近想出一个行销策略 我们在网络上宣传 只要预付12个星期的会员费 每个星期就可以吃到又新鲜 又比市场价格便宜的鱼 文尼一家三代都是渔民 她参加了安琪拉的项目 这对我们渔民非常有利 海鲜拍卖价格起伏不定 这样的项目可以保证一个价格稳定的市场 让渔民出海捕鱼不至血本无归 史蒂夫负责运送新鲜的鱼到不同的农夫市场 并把渔民面临的危机说给民众听 这就类似农业互助组 你预先付钱购买未来一年的收成 这里你也是预付 得到渔民捉到最新鲜的鱼 这样的公关策略 改变了许多民众对渔民的看法 毫无疑问 保护生态非常重要 过度捕捞可能导致鱼类绝种 但是支持这些渔民也非常重要 他们是小渔民 而不是大型捕鱼公司 我们该支持他们 但是这种项目好比杯水车薪 盖斯是海产拍卖会的行销经理 他每天负责检查每一艘入港的渔船 看他们是否符合政府的捕鱼标准 这些小渔船每天把他们捕到的鱼拿到这里信货 他们通常清晨四点多钟出海 八九点钟左右回港 他说过去几年来 在政府的捕鱼限制下 许多渔民已经无法经营下去 等到明年新的法案通过后 将会有更多的渔船被淘汰 我想至少会减少一半的渔船 或许只剩下三分之一都说不定 我们不确定未来将如何 大家都很担心 我们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 当渔船一消失 莱瑞曾祖父一手创立的拍卖会 也将无法生存下去 我们一辈子都是做这行的 要是渔业从这里消失 我们也跟着消失 过去十五年来 我们这行遭遇的变化 别的行业一辈子也碰不上 不出几年 游客只能靠着自己的想象力 去免怀美国最古老渔港的往日辉煌 美国万哈统记者徐崇伟 来自格罗斯特渔港的采访报道